大家好,我是黎晨 这个摆着大家面前的这个呢 就是异形版的快乐弹弓 这个是异形版的这个座号 大家看这个结构呢 跟那个 刚才大家讲的那个剑影201很相似 也是一个像 摆着造型像一个那个 铁毛一样 那么它这个 结构呢 就是这个临界结构 是从那个 介影的那个结构上直接接近过来的 那么它也 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分体的结构 下面呢 我把这个 结构把它 松开 这个我们 给大家的这个 就是 批量的产品的 就是包装里头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当然根据情况我们也会考虑的就是 会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毕竟这个结构就是拆装的过程中会有这个磨损 那我这个磨损大家第一次买回去 拆一次 就把工稿出痕迹的呢 会不会心里会很不舒服 这个有可能 所以我们也考虑一定的风险性 会不会去这样去做 那我们 通过这个设计 告诉他 就是 我给你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这个包装里头的产品 把命迹的缩到最小 这样下来的话 肯定相对于这样的话 这个命迹也小了好多 体积也小了好多 那么呢 现在我呢把它 装 那么呢 大家看这个握把部分 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就是 类似于这个刀把一样的结构 嗯 它的这个 这个宽度 我们目前设计的这个宽度 是18 但是这个厚度 因为它是一个曲面 那么这个已经可以帮我去锁在一个 厚度了 这个呢 切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而且用料比较厚 是18毫米的那个 钢板 然后进行切割 切割完了之后呢 这个进行了二式的这个钻研 一个钻研是为了让这个弹簧下去 那么呢 一个 另外一个钻研是为了通过这个 让这个螺杆 通过这个螺杆和弹簧 和剑影里头都用的是一模一样的 通用这个弓头呢 嗯 嗯 嗯 诸风困难做好 所以用的都会去做一个这样的头 然后跟它去进行匹配 也可以换 那么呢 呃 今天呢 或 和无聊 他们呢 也适用过手稿非常好 嗯 然后就把它取名叫小借银 实际上就是 当然跟借银还是有差别 借银的那个做工复杂度 这个也要高很多 而且布景也多了很多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 这个 这里有一个城头 嗯 这个比那个 这个是10毫米的 用了10毫米厚的 这个也是相对于那个 借银的头就要紧得好多 嗯 插上去的是这个弧形 这个C字形的这个弧形是朝外 那么呢 我们这样装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注意方向 把这个弹簧插进去 然后插进去 你放下这个小眼 记得是朝这个 扔着一遍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背后 这个大眼这头也都是倒到脚 哦 这个呢 这个 这个的脚倒的不是很大 但是标准呢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倒大脚 包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倒大脚 看这边进去 也许有一个 对 下面 这个是对插的 先把这个螺丝把它 逆 现在要带上进 然后呢 就把它 拧上去 4毫米的螺丝 强 强度上是 大家是要 大家是可以决定放心 而且我这个拧上去 这个留了非常远的一个丝口 保证它的安全系细数 这个和借引的那个 做法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螺 这个内队脚的这个螺丝 用的是 也是三零式不虚缸的 要大很多 大家看里头那个 丝口 留的是相当长 接近是16个毫米 那么 你想想看这个4毫米的螺丝 你需要多大的劲 多大的力 才能把这么长的螺丝口 全部划4 那么这个头才能够 掉出来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大家可以 绝对去放心 去使用 这个呢 那么它是 是完全是符合 这个人体工程学 这个 工呢 标配 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倒了大脚 脚板是都不套的 闪失也不惨 就这样一个标准的 是给大家全部学钢的 但后面这个也不是全部学钢的 这个地方呢 为了安全起劲 我们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 闪生 这个是用来防尸手的 刚才跟他说了 整个都是用三年式 布线钢来做 然后呢 标准结构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皮肌组 球卡 会带 因为你 这样 包装后呢 都会配给大家 建议结构 那么呢 这个头 这个头呢 是 珠峰困难中 我们所有的系列 我都会去做 直接跟他去配套 那么就是你 如果说你觉得不发麻烦的话呢 你可以 这个握把和这个头 都是单独卖的 单独卖 这个是118G 你可以买回去 这个头你自己选去配 你像配那一款 就配那一款 你自由去用 这个呢 全部是做拉丝的 不做精密 全部是拉丝效果 当然这个也不一定 这个究竟是做拉丝 还是做精密 这个呢 也需要我们这次产品 出来的时候的 这个考虑这个 安装的这个 情况 如果是从这个抛光线上 直接下来的拉丝 那么它跟那个精密的 价格是一样 那么如果说我们 标准全部做精密回来 如果额外去拉丝 那个是额外要加10块钱 因为那个